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岛忠 以色亚书七章九节 神说 你们若是不信 定然不得力稳 信是认真地倚靠神忠于他 信的人能够站立地稳 能站稳立场 抵抗世俗洪流 不信的人就离弃神 就拒绝活水的泉源 为自己遭出池子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终必干渴而死 倚靠神 以神为可靠的人 就可以平静安稳 在干旱之年 能毫无挂虑 并且结果不止 愿主赐我们敬畏的心 谦卑的灵 是我们明白他所启示的真理 主说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让我们向主大大张口 主必照所应许的给我们充满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言辞与心的距离 我们思想 言辞与心的距离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 路加福音22章33到54节 约翰福音22章33到54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爱主更深 谁愿神爱我主 爱主更深 我心向主尽度 愿主听我 叫主更深 求主安慰我呼 道我深 爱我主 爱主更深 爱主更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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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将彼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彼宗盛 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彼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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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彼宗盛 彼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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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宗盛